机油不按说明书上写着的标号加 其实车子也不会立刻就坏掉 开还是能开的 就好比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肚子也不会立刻就腾起来的 对不对 通常都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才有可能表现出来 而且你如果及时去医院 基本上人还是不会死的 对吧 但影响肯定还是会有 对吧 那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加锡了 你比如说 原本要求加5W-30的 你换成加5W-20的了 那广西大学陈才联有篇论文的 5W-30 5W-20 机油油品特性 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研究上面有讲到过 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 摩擦部件的表面 常常混杂着各种润滑状态 需要机油泵来提供足够的机油流量 来保持摩擦面间的流体润滑状态 简单讲 你就理解为和洗手是一样的 你要用活水这么冲着洗的 那么机油流量和机油压力线性相关 压力又和年度有关 所以年度越大 流量也就越大 机油加稀了 那流量有可能就不够了 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摩擦加剧 散热不足等等 那同时由于粘度不够 会导致油膜本身也会出问题 那么冯彦辉发表的期刊 《润滑油》上面有篇论文 发动机油失效分析的一个思路 上面介绍 这油膜的强度和厚度 分别和其150摄氏度的表观粘度 以及100摄氏度时候的运动粘度有关 这年度达不到说明书的要求 就有可能会导致油膜的强度和厚度不足 那就不能够很好的保护发动机 引起摩擦加剧 气缸密封性下降 机油烈化速度加快 等等等等这种问题 那么机油加稀了 一个很明显的外在表现 就是车辆动力下降 发动机运转不平稳 石本改发表在期刊 《汽车维修》上面的论文 卡罗拉轿车动力不足 故障检修里面有讲到 它记录了这么一个案例 车子在保养过后 发现加速不顺 车速下降 发动机运转不平稳 最后通过检查发现 是因为机油粘度过锡 导致气缸密封不好 压力下降了 才引起了车辆动力不足 换了机油之后一段时间 故障就彻底排除了 所以说车子如果加了 低标号的机油 感觉开起来明显没有以前有劲 发动机没有以前那么稳了 那有可能这机油是过锡了 对发动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了 要记得及时换回来 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反过来加农了 你本来要求是加5W-20的 加成5W-30 甚至是5W-40的 那虽然刚才说了 机油年度越高 流量越大 油蒙的质量也越好 但年度并不是越高越好的 那么我干嘛不加5W-100呢 对吧 那么根据刚才的论文 发动机油失效分析的 一个思路上面讲 这机油年度过高呢 它就会比较丑 好理解吧 能启动的时候 不能及时被送至各个零部件的表面 会导致能启动困难 并加大能启动时候的磨损 这热车以后呢 还会导致发动机功率损失变大 就好比说这个发动机内部的零件 有点像被胶水粘住了 这运沾起来呢 就比较费力 同时呢 由于油膜比较厚 机油本身的清洁作用 和冷却散热作用 也会降低甚至是变差 那具体外在表现 和刚才加稀了的情况 有点类似 它也是动力下降 那不过呢 原因不同 这机油加弄了 所导致的动力下降 通常还是伴随着油耗的增加的 武汉理工大学胡杰有篇论文 两种循环公关下机油年度 对油耗的影响研究里面 它又进行了个测试 这机油年度的变高 确实会导致油耗变高 30年度的对比油 和20年度的测试油比起来 在NEDC和WLTC循环下的油耗差距 在1.2%到1.4%左右 那如果加的是更高年度的机油 那油耗变化还会更加明显 而国内某知名汽车门户网站 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实测录测的 结果显示不同年度的机油 对油耗的影响 甚至可以达到 每百公里一升左右 算明显了 对不对 那如果车子加了高标号的机油 太高 你比如说5W-20 加了个5W-40 那很有可能感觉开起来 就没有以前有劲 而且油耗也比以前高不少 百公里油耗6升变7升 也不是说不可能 那年度过高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也推荐换回来了 那一些老车呢 有可能是开了久了 磨损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会导致发动机零部件的表面 间隙变大 磨掉了嘛 那即使一直按照说明书的 这个要求来加机油 也有可能用着用着 就出现了机油过吸的症状 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适当 提高这个机油的那个标号和年度了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横杠后面的203040加的不一样之外 也有可能前面的标号 没按照说明书上写的加 也有可能会有影响 不过这个影响会小一点 那么根据SAE的分级 机油标号前面的这个数字 代表的是这款机油的低温流动性 数字越低 低温流动性是越好 拿人挡比方 其实就是冬天扛不扛动 衣服能不能穿更少 不过不管是5W还是0W 它都是能够保证 在至少零下30摄氏度的时候 还能够正常启动的 所以除非在特别特别冷的 这个地方用车 一般情况下 这个标号它写是0W的 你按照5W来加 问题不会特别的明显 不会特别大 所以总的来讲 机油不按照说明书上的加 车子也是可以跑的 而且也不是说 立刻就是会坏掉的 只是说 你过高的标号和过低的标号 都有可能会存在 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而且随着你车子 使用年限的不但增加 你有可能还要根据车况 来调整这个标号 它是动态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